加藤你说说对我刚才的问题 我刚才想了一下 在日本人的脑子里 最有名的三位中国人 人物 一个是孔子 孔子 二刘迅 三孙中山 如果非得说四 那是毛泽东了 那就是说 我觉得刚刚咱们谈了一个电影 那就是说我刚才想了一下 我知道的电影 就是说中国电影 其实很少 就是说我 当然我知道很多 但在日本人 他不是在问你说 日本人了解的中国人 他在问你说 日本人电影里边 出现的中国的角色 这也非常少 非常少 对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的意思是说 我没有办法通过电影 来了解或者想象 日本人有没有一些片子 描写到 赤壁 我们不讲古代 他们总有一些片子 描写到 比方华北 满洲打仗 八年抗战的时候 中日战争 或者是这个前前后后的事情 那里边总有中国人的形象 中国士兵 那是出现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 有没有比较有名的形象 我首先非常表明 要表明就是 这非常少的 这种素材很少 这是第一 第二呢 有 但就是只能说 这是个打战的 那日本人不会带有太多的情绪 就是说中国人很坏 或者说中国人 就是说很弱啊 就没有这种感觉 因为打战嘛 打战首先是国家 对国家的战争 老百姓也是受害者 那就是说我们就是说 那中国的这个中国兵 就是中国兵 没有说就是说 我们是那当然 那那有杂害者 有受害者 但是就是说 他是一个军人 我们这儿有个军人 就是打战 没有太多 就是说像中国人 看日本的时候那样 就是说带这种仇恨的态度 那我们也不可能带着仇恨呢 我觉得 所以他们讨论这个问题 我觉得也有意思的一点 是什么呢 你看啊 中国人拍电影 中国人有看戏的传统 中国的这个戏啊 是脸谱 所以你看 中国人 脸谱很重要 根深蒂固的 有一个脸谱思维 因为我想到什么呢 坏人得有坏面孔 因为我想到什么 我看过很多批判 就是西方啊 包括欧洲啊 批判法西斯 希特勒 纳粹的这个电影 他也是批判的 也是揭露这个法西斯的纳粹 多么残忍 多么没有人性 可是他选择的演员 并没有刻意丑样子 就是一般人 你看苏特拉的名单里边 那个德国军官 非常残忍 可是样子很帅 对 他就是他并不在这个脸上 显得你是个丑 对吧 实际你的行为也是 进什么杀人炉啊 什么的 也一样干的是 不是人事 我想问问你 你觉得这个南京大屠杀 是怎么回事 当然我们就是说 在当时在读历史课的时候 那就是我们的教科书里 写得很清楚 但我非常坦白地告诉你 当时就是这一期间 写的是在注释里面 就是在我们的教科书 就是杀我们30万人 30万人 然后到处强奸 我们没有说30万人 我们是围绕数字 中日两国之间是有争议的 有不同的想法 你们的教科书上这么写 有争议我没有说 我们没有否认 但是围绕30万这个数字 是有争议的 在两国之间 确实是有争议的 那就是说 但是屠杀这件事情是存在的 我肯定是存在的 强奸有没有提起 肯定承认 大量强奸 但是我也曾经就是说 在中国的高中 什么的当过老师 这个花的篇幅 包括图片等等 那完全是不一样的 就是我们在日本的时候 小时候所看到的 围绕这件事情的描述 和在中国的孩子们 所接触的是非常不一样的 你知道从陆川的时候 拍这个南京南京 到姜文拍鬼子来了 用的这个日本演员 那都经常吵架的 在现场 因为他们接受的教育 就像你说的 怎么会是这样 我不承认 没有这个 导演什么就要跟他说 他们是怎么怎么怎么 那么多么回事 很多时候就是 你像陆川就是说 他们那个日本演员 连续拍都精神都快崩溃了 就无日无知的 这个强奸屠杀 然后陆川就说 他们这个时候 濒临崩溃的状态 正是我要的一个状态 就所以拍出 这么一个西黄的样子 我要说姜文说的是什么意思 姜文接受采访 他说我们 他觉得日本这个国家 确实是值得警惕 他说中国要走向世界 先得走过日本 你能不能过日本这个坎 所以照他想 就是他说原来有些我的同学 有些日本人 看着温文尔雅 但是在南京大屠杀当中 做出这种恶行的 也是日本人 他说这两件事 怎么结合到一起 我做一个当代日本人 就是说 首先就是说我们日本人 看待今天的中国人 这个时候 不可能从当年的中国兵 从这个角度去描述 今天活着 比如说你 不可能的 但就是说 我平时在中国生活 很多就是中国的朋友 是看到那些过去的日本兵 从那个形象去描述 反推 那我也变成日本鬼子 我也跟日本兵是一样的 这个时候 我们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呢 就是说 我们很多日本人 看到中国的导演拍了 今天时尚差 拍了南京南京 这个时候我们就是验发 今天的日本人 跟当年的日本人 怎么可能是一样呢 战后六十多年 我们的自卫队 是没有杀过一个人 我们战后是本着和平宪法 始终在宪法层面 禁止对外发动战争的 那这一切证明 我们对战前的行为 是反省的 但是今天 此时此刻 中国的导演 中国人依然从那个角度 去看所谓的日本人 而所谓的日本人里面 过去的日本人 不是中国的导演 觉得日本人没有反省 一般的知识分子 连我 我相信国际社会 都是这样 但受众是普通老百姓 你在日本的书店里 这个太平洋 他们那个书柜 叫太平洋战争 大量的书 都是从军事上检讨 我们当初 哪一仗没打好 所以没打赢 大量的整个日本 这跟德国人反省 他们的二战 是完全是两回事 知识分子是这样 但普通老百姓 不是这样的 那就是政府有责任 知识分子有责任 普通老百姓 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就不像德国那么痛快 这是肯定的 我知道 这一点呢 就是日本人 对当年跟中国的打仗的认识 为什么是有局限呢 我认为最根本的一点 我做一个日本的根本一点 就是说日本人不认为 日本败给了中国 对 这是根本点 我们就是败给了美国 我们为什么最终投险呢 是因为美国的两颗原子弹 没有美国投的两颗原子弹 我所以 对 这个就是说 你要谁把你打败了 你才肯低头 但是你从来不肯检讨 你把别人打坏了 正义性上 这一点呢 也是有争议的 徐老师 这个日本有很多很多的声音的 那否则的话 后来就是小泉春一郎 下台以后 包括鹰派的 为什么一个都没有 他们进攻神像呢 进攻神像呢 这说明就是说 首先日本人认为 跟中国的关系很重要 很重要 不管是从一个商业的角度 还是从情感的角度 都很重要 我们不能说 所有的日本人 都是就是说 没有检讨历史的 我们每年8月15号 当然这个我们都看到 日本人的声音是多元的 但是至少其中 有一部分这样的声音 但是为什么在中国 很多人不知道 这是多元的呢 至少我看过 很多中国的大学生 他们不认为这多元的 所有的日本都不放心历史的 所有的日本的政府 所有的日本的领导人 领导人 都是参观自共神社的 这正是需要 我们现在在这里来交换 看法对话的原因 我觉得中国人 未必不能想象到 就是说你的一个国家的国民意见 它可能是多元的 但是问题在于 问题还是在于 没有个国家表态 你这个国家 比如说你这个政府 是你这个国家态度的 一个合法的代表 明白 对吧 你什么时候像 希德那个总理 在犹太人面前 比如说他跪下 他承认我们犯了错 那这个 另一个国家的人 有眼睛就看得到 但是按照中国人的标准 似乎日本现在 种种表现 说的种种话 还让中国人感觉不到 有真心道歉的意思 而且更重要的是 日本政府的这个取态 还的确跟他的民意有关系 这个是更重要 对